社交車行進路口 左搖右晃 駕駛邊開車邊下車 當場摔出車外 車子也撞到路邊的車輛 為何會慌慌張張 原來是因為他看到警察 心虛落跑 你的出生年日多少 出生年日 731202 米帶 很像 因為圍廷被攔查 男子報個人資料實確 漏洞百出 下車一下吧 十五號下午兩點半 台北市警方在巷口 盤查為停車輛 駕駛卻加速逃逸 開車的徐姓駕駛 從士林城的路四段 一路逃到五公里外的 北投區自強街 自撞之後丟下車子 徒步逃亡 過沒多久警車到場 附近民眾隨即通報 駕駛的逃逸方向 警方徒手爬上屋頂 來到這個窗臺前 發現駕駛就躲在窗臺內 另外還有一名員警 已經進到屋內 前後包夾要把他勸下來 屢屢報錯身份資料 遭警方釋破其 及採油門沿成的路四段 往北投方向逃逸 徐姓駕駛今年三十八歲 從一百零九年起 就因為詐欺 傷害 槍炮 家暴 毒品 總共七個案子被通緝 落網時身上也被搜出海洛鷹 還在車內查獲一把 三十公分的武士刀 他往四年卻因為微停 被沿間員警識破 最後狼狽落網 近新聞料人凱黃宏傑 採訪報導 想看更多精采的新聞影音 請訂閱按讚靜新聞 開啟小鈴鐺 接收最新的影片通知